康熙五十一年的时候 骑士武入狱 这皇上老爷子那是真够狠的呀 命人用齿长的大铁钉啊 把这骑士武五体定于墙上 哎呀 这胳膊腿啊 视为四体 一上边定了一根钉子 另外一只钉子定在哪啊 您脑补去 我说不清楚 你好 我是昆仑刘诗 欢迎您来到我的书馆 今天啊 咱们接着聊着大清国 皇家的父与子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咱们这段 大书亲公遗案里的一个小章节 前文书咱们一直说的是 这皇宫里啊 皇上爸爸杀儿子的故事 今天啊 咱们调过来了 咱们今天就要聊聊 这皇宫当中啊 这儿子 士君 也就是啊 要谋害父亲的故事 说实话 选这个题材啊 有点难度 为什么呀 因为这有清一代呀 我敢说 没有一个皇子 敢谋害皇帝的 这即便有人敢想想啊 也没有人敢实施 您看啊 咱们从头算 这个太祖太宗皇帝 那都是啊 刚从山代王 转变成政权的当家人 都是些个 身手武之令 全手要人命的狠角色 平时这儿子们见了呀 都偷眼看 不敢仰视啊 还别说是夫是君了 见着爸爸呀 说话的事都变小了 再往后说呀 童 光 轩 这三位皇帝呀 无后 所以呀 就更没有这儿子杀爸爸的事出现 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啊 这唯一的儿子宰纯才六岁 更谈不到啊 是夫是君 顺治皇帝 到底是出家 还是死于添花 还没整明白呢 更谈不到儿子杀爸爸了 总而言之吧 这大清国的正史观书上 是从来没写过 有皇子敢这么做的 那要这么说的话 咱这书就别说了 哎 不过呀 这官书正史上没有啊 它不代表没有民间传说 这民间传说呀 就集中的落到了一朝身上 那就是康熙朝 据我所知啊 在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当中 康熙朝要是父是君的皇子 就有三位 哎 今天呀 咱们就在这儿逐个的分析分析 说书我离不开主题 咱们的主题不就是轻功一案吗 那咱们就先从啊 这托克齐慧隐案 开始聊起 说起这托克齐慧隐案呢 那是康熙皇帝第二次 废除应仁太子爵位的导火索 康熙的二阿和应仁 是康熙皇帝的嫡长子 是这个康熙皇帝的元后 孝成仁皇后贺蛇礼所生 可是呢 在这个嫡长子上边啊 还有一个树长子 就是惠妃娘娘 乌拉纳拉氏所生的大阿个孕之 康熙皇帝和自己的元后贺蛇礼 是感情非常好 怎奈着皇后娘娘的福报命前 生应仁的时候啊 难产死了 就因为是爱母妻子啊 这皇帝啊 就早早的把应仁封为了太子 这些个情节啊 在咱们九子夺嫡的系列里啊 讲的够不够的了 今天啊 咱们就是略提几句 把咱们故事能穿上就完了 转眼间就来到了康熙四十七年 这太子啊 第一次被康熙皇帝废了 当然了 这里边的原因呢 他很多 什么不法祖德呀 不尊振训呢 为私恶虐重 暴力淫乱 说实话呀 这些个罪呀 都是话琢禄 你说的有呢 就能有 说没有呢 就能没有 不过呀 有这么一条 挺耐人寻味的 那就是 账殿夜景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账殿啊 就是用牛皮大帐 搭建的宫殿 皇上行为打猎 或者是出巡 找不到下榻住宿的地方 才会搭建这种牛皮大帐 既然是皇上住的吗 那必然啊 也得叫宫殿 所以啊 在官书当中 就称呼这种帐篷啊 叫账殿 您想啊 用牛皮搭建的帐篷啊 他再大 再奢华 他也有接缝 不是 这康熙皇帝呀 就发现自己这个二儿子 太子爷 时不时的 就从这个牛皮大帐的 缝隙当中啊 往账礼 窥视自己的行踪 康熙皇帝发现以后啊 第一件事情 倒不是想起啊自己的隐私权的问题 他是想啊 这儿子 他是不是要谋逆啊 至于呢 这太子应仁啊 这种账殿夜景的行径 是不是要谋逆自己的父亲 这里边的事啊 这所有讲过九子夺狄的博主们 都给您分析过了 总之 谁也没有证据 说太子应仁啊 当年仗殿夜景 就是为了要谋害自己的父亲 这康熙皇帝 当时在气头上啊 他确实是认为 自己的孩子要加害自己 可是后来 他肯定不这么认为了 要不接呀 就不会有转过年来 这太子应仁被复利 怎么把这个前面的故事背景 交得清楚了啊 就要说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线 托克齐会引案了 咱们都知道 这太子被复位的原因 其实啊 也很复杂 并不是康熙啊 认为这太子 是被冤枉的没有毛病 而是啊 这康熙皇帝发现 太子被废之后啊 有很多皇子上蹿下跳的 想要争夺处位 其中最为明显的 就是这大阿个印之 和八阿个印四 按照康熙老佛爷的话说呀 这大阿个印之 就是一头蠢猪 这行为呀 过于的卑劣和愚蠢 名利呢 他勾结了江湖匪类 要刺杀太子应仁 案里头啊 他还掩阵诅咒这个兄弟 所以说这早早八八的 就被康熙皇帝圈进高墙 之后的残生啊 再没有被放出来过 这八个印四啊 夺迪的心路太深了 咱们从这个案件中啊 也能体会出来 也就是说 这托荷齐饮宴案呢 能够揪出两位皇子 咱们呀就先说说 这托荷齐是谁 这托荷齐啊 是当时的 布军统领衙门的提督 也就是啊 俗话说的九门提督 大清国京师最高级别的治安长官 这托荷齐啊 是正经的太子党 他借助自己啊 是九门提督 替这个太子啊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 用什么方式 就是应请客喝酒吃饭 这种啊 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并且一直传到今天的 拉拢人心的方式 那不过就是一次次的酒局而已 那怎么就还犯了案了呢 这话啊 就得从康熙四十八年 也就是一七零九年的十一月 开始说起 那一年的十一月啊 这大清国死了一位郡王 哪位郡王啊 安郡王马尔魂 有朋友说没听说过这位王爷 对了 因为啊 他压根就不著名 要说这马尔魂呢 上两辈还可以 他爷爷啊 就是这个努尔哈赤的第七子 多罗饶鱼郡王阿巴泰 他的阿满呀 就是在平定三番当中 立些赫赫战功的安秦王月乐 从家族的辈子上论呢 这马尔魂是康熙皇帝 不出五福的书被兄弟 这马尔魂轰事以后 康熙皇帝 为了表示啊 对有军功战功皇族的重视 所以啊 就颁布了禁酒和禁宴令 也就是在这会儿啊 有人向着朝廷 康熙皇帝举报了 托克奇等人 私自的饮宴饮酒 谁啊 就是马尔魂的亲弟弟 这个人呢 叫景熙 哎 那么问题就来了 难道这景熙 真的和自己的哥哥 那么的感情至深 有人在他丧礼期间饮酒 他为他哥哥抱不平吗 再者嘞 就像景熙啊 这么一个闲散宗旨 他怎么能够摸到 这酒门提度的生活动向呢 那其二呢 托克奇这些人呢 也太小调了 不像是干大事的人 你们就得 在马尔魂的至丧期间 聚众饮宴吗 这属于顶峰作案 太不符合常理了 行了 这回这故事啊 就算来了 咱们先说说呀 这马尔魂 和这景熙的身份 这二位都是什么人呢 有人说不是宗使吗 对了 除了宗使啊 他们还有一层身份 他们是八个印寺 敌附近的亲舅舅 也就是说呀 这安亲王悦乐 是这八附近的亲外公 是这八个印寺的老爷丈 所以啊 您一下子就能明白了吧 这小小的一个闲散宗使 怎么会知道这九门提督 托克奇大人的行踪 那不用问的 那惹定是八个印寺 吐露给他的呀 并且指使他告了欲状 这么一来呀 这第二个问题呀 不用细掰 是也能说明白了 这托克奇等人啊 他是太子党 马尔魂呢 和他的弟弟 景熙 哎 还别说这哥俩了 安亲王一府啊 那都是八爷党 所以说呀 这死了正值对手啊 这帮人聚在一块 喝杯小酒 庆祝一下啊 也算很正常 最初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 对景熙的密告啊 还真没放在心上 他说呀 这个满洲人呢 善九十 无法控制 加上双方呢 有矛盾 这皇上早就知道 朝堂上啊 也是人人皆知的事 这康熙呢 也就准备就此结案 并没有准备从众处分 可是啊 这景熙对此啊 不依不饶 这告发着托克奇的 第二方奏折 立刻就上来了 这里啊 列举了平时与托克奇 一起饮宴的成员名单 这康熙皇帝一看呢 可是吓坏了 涉及大臣的二十多人 其中有不少的朝廷重臣 您比如说呀 行不尚书七十五 兵不尚书耿额 还有都统乐善 有这些外臣的还不算完 这里边啊 还有内功大总管梁九功 这意味着什么呀 这意味着呀 从朝廷一直到地方 军事力量 武装力量 哎 包括这个京师治安系统 那全是太子的人 再有宫里太监总管的响应 这细想起来呀 简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这些个人呢 手里都掌握着一定的兵权 在这种情况下 康熙不得不认为 自己的安全与皇位呀 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后来经过严加审讯 这康熙皇帝最终得出结论 这托克齐慧隐案 是一桩彻底底的慧隐谋逆夺位事件 就在康熙五十一年 也就是1712年的9月30日 康熙皇帝在畅春园 召集诸位皇子啊 向他们宣布 这也就是康熙第二次 废除了应仁的太子封号 并且呀 永远囚禁于贤安宫之中 那么这托克齐等人 到底谋划出什么大逆不道 有伪着刚常人伦的事情呢 哎 这件事情了 始料不及被载 康熙皇帝自此是再也没有提起过 但是啊 我可以好好的跟您说说 这康熙皇帝是如何处置托克齐等人的 康熙五十二年 也就是1713年 托克齐啊 被囚禁一年之后死在了狱中 康熙皇帝下令 挫骨扬辉 不得收藏 这齐氏五齐的人的下场啊 就更为凄惨了 康熙五十一年的时候 齐氏五入狱 这皇上老爷子那是真够狠的呀 命人用齿长的大铁钉啊 把这七十五五体定于墙上 哎呀 这胳膊腿啊 视为四体 一上边定了一根钉子 另外一只钉子定在哪啊 您脑补去 我说不清楚 好家伙的嘞 这康熙皇帝啊 给这刑部尚书用的这刑法 算是到头了 这七十五啊 哭嚎数日 直到这嗓子喊的都没事了 才算断气 耿格恶善等人 或是被革职流放 或者呢 被直接处死 下场都非常凄散 这里边的下场 闹得最好的 还得数着大太监梁九公 因为呀 他是从小 康熙皇帝的文伴 后来呢 又一直伺候皇帝的起居 康熙老佛爷 宅心仁厚 是格外开恩 在畅城园呢 给他找了一间小房 就给他观礼了 这好吃好喝好戴成 哎 就是不能出界 没两年是连京 待下灾愧就 这梁九公啊 也就死了 从这康熙呀 对这些人的处置上 我们就不难猜出 托克奇等人呢 是触动了 康熙皇帝 心中最底下的那根红线 那必然是密谋了 替太子抢班夺权 甚至是谋逆君父 得嘞 这讲故事在我 细分析在您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咱们是明天 接着聊